因为是承担不了的 这里边所谓的80%是因为 你既包括了新移民还加上non-resident 所以这个non-resident放进来的量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租金的涨幅呢 是跟这个整个人口 我们不是说新移民啊 因为你非居民它也需要住 所以租金的涨幅8% 跟人口的涨幅8% 现在是match的 但是租金一旦年涨幅超过4% 他的工资收入是跟不上的 是跟不上的 所以这个现在就出现脱节了 比如说你现在要租一个三室的condo 通常来找你的不是一个family 是三个学生 为啥他负担不起了 所以这个租金的涨幅是需要停一段时间 甚至往回到 然后呢这个人口呢 今年可能租房的情况是最特别的了 就是我们叫 我们叫就是 怎么说 就是需求太大 刺激了供给 也就是说供给曲线出现了倒挂 什么意思 本来你家就两个卧室 假如说就两个卧室 你住着已经很紧张了 你是房子的需求方 但是你发现租金涨得太高了 比如四千 可能租一个这样的房子 你甚至拿出来一个房间出租 就本来你是需求方 你变成了一个供给方 就是租金涨了这么高之后 整个市场的供需发生了强烈的变化 所以你遇到租金受阻 租不出去是非常正常的 而且这个是短期的 好 谢谢 感谢王先生 我们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我听说今天有一位经纪是从Saskatton 对吗 过来的 真是远道而来 非常感谢 我想请这位经纪谈一谈 没想到会被Cue的 大家下午好都已经饭困了 等一下吃什么好吃的 想一想 有没有人请吃饭 大家好 我是来自Saskatton的地产经纪唐宣志 我2018年开始做地产经纪 然后觉得生活还比较稳定了 在那边呢没什么竞争 然后比较活跃的经纪 大概就两手之数十个左右 然后我们整个城市呢就 三十万人不到 华人的话呢大概一万五 所以在那边 不怎么需要努力 大家都知道你 然后也是比较安逸了 就变成一个吃饱的鳄鱼了 然后今天老师讲要Stay Hungry 做一个 我说的就是华人经纪里面 华人经纪大概就十个左右 活跃的 就比较稳定比较安逸嘛 但是呢其实这个 也感觉这个社会一直在变化 然后我们那边受移民政策的 这个影响还挺大的 因为我们华人经纪 主要做华人市场 前一阵子就是那个 萨城本来吸引移民的 一个重大政策 叫那个企业家移民项目 然后移民局给它提高了 很高的门槛 本来你没有英语成绩 然后也能去办移民 所以大家才去的嘛 那苦寒之地 像发配宁骨塔似的 结果现在这个原要求提高了 那人家不如直接去多伦多 不如直接去BC了 所以是自己猛地 舒服了几年之后 有一个危机意识 然后我们萨城那边很可怜的 就像一个被欺负的 被渣男欺负的乖乖女 就是大家来了都是为了拿身份 然后待了两年五年 就都走了 最后那边换手率很高 然后 我可以说99%以上的 这个华人的一些移民在萨城的 过几年都会搬到大多 搬到BC 搬到卡尔加里 然后其实我这部分资源是流失的 就是我跟我买卖房子的客户 我知道他们肯定会有买下一套房子 在大多在BC的需求 但是多数情况下 他们不向我咨询 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推荐一下 这个多伦多的地产经济 就很少人问我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一会儿有没有 老师也可以帮忙解答一下 为什么我的客户不找我去refer 去多伦多的这个地产经济 是不是我这个人品不行啊 服务不好啊 真意都不够啊 一会儿我可以回答你 所以我就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 again我叫唐宣志啊 可以叫我老唐啊 小唐也行 小唐吧 小唐也行 我也也40了 那个需要联系方式的 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 好 感谢 感谢我们这位小唐 希望可以在多伦多这边找到 这个可以合作 可以托付的这个合作伙伴 我放心把这个萨省的 我的客户 可以交到一个我放心的人手上 不能随便找一个人 对吧 如果服务不好的话 肯定不好对吧 所以 希望大家给机会啊 希望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认识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小唐啊 也欢迎小唐啊 那这个问题 Jason你来回答一下吧 我可以回答一下啊 首先我相信你在本地 应该是做得不错的啊 而且能够有动力 有这个危机感过来 首先非常欢迎 也非常感谢 参与我们这次活动 那我为什么说可以回答你 首先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你知道客人会 到其他地方relocation 那么他可能在买房 首先你要告诉客人 我在BC有资源 我在多伦多有资源 在你帮他买房 不要等他卖房啊 你就已经告诉他 那都是我的固定合作伙伴 或者那是我的 什么样的合作伙伴 都是非常靠谱的 甚至比如说 跟我一样靠谱的 OK 你这样讲 那么等他有想法的时候 他大概率首先会问你 如果你都不讲 他不知道这个资源 他当然不会问你 OK 我听明白了 小唐接下来 你就reful给Jason就好了 好 看看我们还有什么 其他问题 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 那我们就进行下一个环节 我们拍照 Oh sorry Sue 请Sue上台 给我们做一个总结讲话 时间有点长 大家都听得有点累 我也不是特别想做广告 所以很感谢今天来的每一位同行 我一直觉得同行之间是属于一个良性竞争 因为如果每一个客人身边地产经济很少 比如说三千个人才一个地产经济 这个地产经济会被spoil 就好像说同时有两三个人一起跟你在追一个女生 对这个女生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 因为追他的人多 所以这些男生会更伤心 同样的道理 因为客人身边的地产经济选择比较多 所以这些地产经济才要想 我怎么提高好我的服务 我怎么能让我的客人从其他的地产经济里面选择我 所以有竞争 对于用户来说 我觉得一直是个好事 所以为什么才有反垄断这么一说 那对于我们地产经济同行来说的话 我们也讨论到了 就是首先改变我们的思维 做个mindset的change 提高我们的专业度 多参加一些培训课 然后在宣传 自我宣传 还有一些工具的使用上面 与时俱进 然后同样的就是大家有一些信息 比如说包括在帮客人推荐的时候 带客人买一些 会让他们将来有受益的房源 而不是让我们单项佣金赚的最多的房源 比如说有一些楼花 我们知道委派佣金给的很高 但是大概率这个楼花是不赚钱 而且很多是赔钱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不要跟客人推荐这些信息 我们要不要把客人当成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 还是我们把客人当成一个单项的 transactional的一个客人 长期来说客人是能够感觉到这个difference的 当然这其中也需要我们自己的 不光是我们的职业超手 也需要我们专业职业知识的一个判断 所以我也不想再多赞用大家的时间 很欢迎大家今天的到场 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我们待会会有一个二维码 是这次峰会来的同行 就是在座的朋友可以一起扫的一个二维码 我们可以大家都加入了一个峰会群来讨论 今天并不是说一家之言 我们也很感谢其他地产经纪公司的同行和老板 都过来一起大家百花齐放 讨论一下在这个华人地产经纪圈当中 我们怎么大家一起互相帮助 互相进步来提高我们华人经纪的影响力 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树 也感谢每一位到场的嘉宾 那这样在结束之前 我想请所有今天来的嘉宾先上台 我们合个影 然后呢之后我们可能再请所有的赞助商 以及在场的朋友们一起来合影 好不好 麻烦大家可以上台 谢谢 也感谢所有留到最后的朋友们啊 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我们是非常满的 现在有些人可能有事已经离开了 请上来 来 可以吗 好的 我们一起上来好不好 来 在场的朋友 来 Martin上来 请赞助商上台 来 抓紧来 请大家 来 小唐 我们先上台 来 Chris 刚才发言的群姐 对 能上的 欢迎大家都来 好不好 包括我们公司的经纪也欢迎到前面来 我们往前一点 来 来 这边可以站 来 我们可以站两排 对 我们站两排 对 那后边的朋友 好 我看一下 好嘞 斯斯 抓紧 抓紧 后边的朋友抓紧 带到前面来 好吗 可以站两排 前面可以再有一排 前面可以再有一排 前面可以来一排 对对对 来 这边来一排 我们下面可以站一排 是不是太宽 可以下来 来 对对对对 到前面 到前面站一排 到前面啊 CV还没有人呢 来来来 好好 可以可以在前面站 在前面站 快一点啊 好好好 来 可以了吗 还有吗 还有请 来来来 抓紧 往前往前 做经纪要往前冲啊 你不往前冲 客人都被别人抢走了 好吗 来来 抓紧来 好来 可以 好 欢迎欢迎 来站过来啊 准备大家往中间看 好吗 再次感谢 感谢所有的嘉宾 感谢大家的时间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今天的会议流程 我们到此就全部结束了 多伦多首届华裔地产经济峰会 胜利闭幕 谢谢大家 愿我们今后的职业之路 如春天的花朵 生机勃勃 繁花似锦 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各位 我们在旁边的小厅 还有一些 减餐以及饮料 如果大家意有